大家好我是遊戲狂人陸服 今天更新G4機神 這個機神在應援棒裡面有這個形象以及 角色的碎片 哇這一次很突然啊 簡直把我們殺的措手不及 棒不勝防 我們看到這邊有升級之後 你可以獲得角色碎片 集齊80個以後你可以合成G4機神 這個SSR角色 好 那現在該怎麼辦 單兵該如何處置 我買 其實相對的禮包買起來 還算比較划算啊 我是怎麼認為 我們先買一下 哇 開開開開開開 一下子我們到 到三十幾 接下來 四十幾 好 我們領一下獎勵 G4機神碎片 集齊160個可以換到 遊戲狂的簽名照片 好 沒有人要是吧 沒關係 好 我們一鍵領取 爽快啊 這麼多個獎勵啊 想不到美好的早晨 我們就獲得了這麼多的獎勵 還有一個形象卡 真的是讓我受寵若驚 好 接下來又有一個徽章 這一次把新角色放在應援棒裡面 究竟是好還是壞呢 領取 接下來我們再過來每週應援 給他瘋狂的領領領領領 好 馬上到角色 點選頭像 來更換一下形象 我們的居士機神究竟長什麼樣子呢 哇 這麼大一把劍啊 穿上 徽章 來了 如何 帥不帥 帥的話打加1 醜的話打加2 又帥又醜的話麻煩不要打字 好 接下來我們當然再來看一下 看一看就好 哇 還有打折啊 不要把我打到骨折啊 拜託你了 我只是儲值一點金費 來給予官方做一個捧場 好 接下來 領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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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居士 好啊 再來 喂 喂 好 好多的這個碎片啊 又來了又來了 這個時候我們的居士碎片 也來到20個了 接下來 好 我們再捧場60 就60就好了 來了 一元棒 到了120級了 喔呀 看來我們的居士也準備 是不是要誕生了呢 好 還沒有快誕生啦 但是應該快出來一半了 我們來看到這個獎勵 後面還非常的多 這裡還可以做一個 採買應援手環商店 嘿 6個 不能買了 嘿 好 馬上漲價到400鈔票 這個時候我們要做什麼呢 我們當然來介紹一下這隻角色 照到居士機程 在最下方 帥不帥呢 他是一個單體崩壞的一個角色 我們看到技能對單體目標2連擊 造成140%的攻擊力 還可以造成崩壞 再來絕技對單體3連擊造成240% 這個傷害還蠻高的 還附帶了崩壞 以及你暴擊的話可以使目標虛弱 再來我們看一下被動技能 哇 這個關聯怎麼有超級傑諾斯啊 還有這個警署騎士跟King啊 太好了 狂人三隻角色 沒有一隻有的 這樣子抽出來這個居士機神 會不會變成攻擊的機啊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帥氣的機神 我左走走 右走走 會 有沒有看到帥不帥 還不錯吧 好我們去家園 既然沒有King也沒有金屬騎士 也沒有這個超級傑諾斯 那我該怎麼做呢 當然 開門表示抗議 會 開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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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抗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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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抗議給我King 給我King 給我金屬騎士 我還是要超級傑諾斯 快出來快翻場 快來 快出來 快出來 這個時候快來 好像有點累啊